中国民众涌现西安中楼 自主性举行跨年倒数 虽然北京当局有意松绑烟火竟然令 各地跨年人潮仍以放气球取代放烟火 不料差点就在新年第一天 酿出悲剧 武汉江汉路有民众捕捉到惊悚 瞬间气球竟然撞上电线杆 在人群上空发生巨大爆炸 结果下一秒 又有一颗气球近距离炸开 群众随后陷入一阵恐慌 发生严重推挤 紧张场面令人捏把冷汗 这人呢 有吉林市住户从家里往下看 被人山人海的人流吓到 从西安大堂不叶城到重庆解放悲伤圈 跨年人潮密密麻麻正去大遍街头 感觉搭地铁的民众同样被困在人群当中 无法动弹 有网友看到这样的人潮 直呼太拥挤不敢去跨年 还说不去人井人好像也是一种快乐 但让中国民众失去跨年兴致的 还有这个原因 在此时间段内 上海PM2.5浓度也将维持中度污染 短时可达中度污染 由于受到严重口无影响 上海迪士尼31号发文致歉 表示取消民众引颈期盼的跨年烟火秀 原放虽然提出补偿方案 表示已购票民众可以改观赏灯光秀 却坚持无法退票 不少消费者炮轰 大家来就是看烟火秀的 无法退票改看其他表演 也让外地游客抱怨 不想再跑一趟 新年好 中国各地喜应新年 却因为人流太多 以及空气污染活动被取消 改放气球取代烟火 甚至还差点酿除以外 让不少民众直呼扫心 三级新闻新闻报导